又答案各位窮頭這邊有大家早 封老師看到了黃天目的這一席說法 今天的台股仿佛也是有一劑強心針 目前大漲了200多點 量最大的股票 是不是也是外資最青睞的呢 今天的航空雙雄不但往上起飛 而且這兩檔加起來的量真的很大 目前算下來 一個是40萬張 一個28萬張 兩者的估量都達到了100萬張 加起來的話 航空股會不會有一個慣性呢 畢竟昨天外資都在卡位 這時候的拉高是法人的追價力挺 但是每次看到爆量 讓投資人都有點擔心 爆量都有一些拉回這種慣性存在 到底今天航空雙雄要停利還是追價呢 我想其實航空雙雄 我們跟又答在連線的時候 講過很多遍 我們今年看好 航空會優於貨櫃航運 我們看今天的一個常常是在創新高 但重點是創新高需不需要大量 需要 它必須要把前面的一個大量去做一個大量換手 所以它在這邊其實你去看它這個創新高 不是一個從B型反準的創高 而是它已經整理了一段時間 才去突破二月中的一個中下旬的一個高點 所以這應該是另外一個起漲點 尤其是投信也是連續買超 不是只有外資在買 那同族群2610的華航在這裡面 也是一樣在平盤 在這個橫盤整理了非常久 剛剛從基線這邊過來 如果說大家覺得說2618的一個常常 你應該比較擔心 哇 這邊創新高 我不要追 那2610的華航 我認為這邊依然是可以持續做期待 因為它的三月營收其實表現也非常亮眼 雖然年增率沒有像長榮航這麼強 但是它現階段還是主要是以載貨為主 那未來要再載人的話 我相信它要過前波的一個高點 在長榮航的領軍線還是往上走 所以我會認為這是一個很重要的一個趨勢 同時你可以看到今天的觀光旅遊 還記得我們在3月25號 佑達你記得我們那時候在連線的時候 我們提的是三副旅遊對不對 三副旅遊那一天我們說 在這裡面有機會去往前攻高 好 那我們發現我們跟大家報告完之後 攻到掌領板 結果就遇到了什麼 遇到了整個疫情的一個爆發 那我說如果它還能維持在所有的軍線之上 那這邊應該還有機會往上走 畢竟要爆量飛高點 對啊 因為那一天有跟豐富老師聊到這件事情 那那時候你在盤面上提醒投資者說 這時候的拉回反倒不用太擔心 有長線的這個趨勢在保護 所以這種拉回反倒不用做減碼 結果今天就創高了 是啊 從當時候當一天的一個低點 3月28號最低到37.5 收盤它已經收到39.4 那如果從那天收盤到今天又再創了一個高點 又鎖出漲停 但趨勢有沒有變 沒有變 解封了沒有 還沒 所以我們說像這種題材類股 你要做到它真的利多實現的時候才會結束 另外我們也在跟大家來看 今天其實還有一個板塊非常強 是鋼鐵族群 原物料的一個部分 那其實最強的是誰 是2032的新鋼 那我們在3月18號就跟大家報告說 要去做鋼鐵股就找它 看起來是什麼 位階相對低 價格便宜 而且已經開始進行轉強的 那我們看到2032的新鋼今天其實又攻到漲停 所以我今天其實想把這兩個 一個是解封的概念 一個是所謂的一個鋼鐵的族群 那像今天的1605的一個滑行 就是跌破了眼鏡 昨天一根長紅之後改變的慣性 今天繼續在公到漲停 所以我會從這兩個方向 我去幫大家找一檔 同時又有所謂的一個解封觀光旅遊概念 它同時又是鋼鐵股 然後它3月營收又直在創新高的 這是代號2007的夜星 好 那首先我們先看一下 當時我跟大家報告的新鋼 當然股價是在相對位階比較低的時候 同樣的夜星現在股價位階相對低 在季線附近 昨天剛剛質溫轉強 外資昨天其實大買了1000帳 那它主要的一個產品 有70%也是不鏽鋼 所以今天看到華新在往上漲 那我相信不鏽鋼的題材也會被帶動 那它又是位階最低的 那再加上說我看到它3月營收 確實有成長 3月營收是來到了7.58億 這月增39% 年增33.28% 那如果以這樣來看的話 那本夜是相對的一個強勢 那再來就是要說到 它其實有投資到了 所謂的一個一大世界 那其中裡面像意想天地 還有就是正豪大酒店 那這兩個都是在高雄裡面 非常大的一個先進的大型服飾賣場 跟這個休閒飯店 那我說你今天看到了觀光旅遊 凤凰公道漲停 三副公道漲停 雄獅大漲 連2707的金華 這個是國內旅遊的一個飯店龍頭 它也大漲 那我想同時又有這些題材的 2007的夜行 那不是相對來講就會有機會 那最重要的是它的絕對價格 又相對的一個便宜 那股價技術形態還在相對底部 我認為像這樣的個股投資民在現在 是進隔攻退隔守 可以長期去做佈局的 那鳳老師今天看到夜行 因為之前它有爆量過一次 那一次的爆量就是在3月初 一個多月之前 今天的網上反攻已經日K連二紅了 那一次的爆量區間的價格 是在20.1塊到22.4塊 可能是在這幾天就來做挑戰嗎 如果要突破的話 也是要帶量突破嗎 沒有錯 其實你要突破全部的大量區 你就要帶一個更大量去做一個換手 那我會認為說已經整理了這麼久 既然它在3月8號間 敢出現這樣的一個大量 那如果以現階段來看 你看到它的營收 都已經比3月2月還要來的一個好 那再加上說現階段額戶戰勝 其實對剛才的一個部分 應該是持續看好 同時我跟大家提醒一個概念 鋼鐵現階段的價格 很難再回到過去的一個相對底價 原因在於說現階段的鋼鐵 它都必須要加上所謂的一個碳稅 所以你要加上碳之後 你的價格就居高不下 所以長期來講 你這些有庫存 然後營收可以成長 那加上未來的一個價格 基本上應該是一路往上的話 我會建議投資民在這邊 可以比較樂觀去做一個看待 然後再加上碳